前面几位 请恕我贸然打扰 不知是否方便向你们请教一件事 不会吧 相资讯有点太多 你们 你是太渊隐义吗 相资讯有点多 一口气来那么多 原来是位道家前辈 不知你有何指教 我在找一个身穿红衣 头上绑着两道发辫的小女孩 她不久前应该到过这里 不知你们可曾看到过她 在下的确在这里 遇到过一个如前辈所描述的小妹子 记得她自称叫做点珠 难道那位点珠是叶明龙 是她没错 你可知道她到哪里去了 那时点珠小妹子拿了糕饼 就很开心地走了 她没告诉我们要去哪里 之后我们也没再遇见过她 谢谢OGO的follow 感谢 小前辈一眼忧涩 可是出了什么事情吗 我前些日子下山办事 带着这小妮子来开开眼界 结果初次见识到城市繁华的她 被一时冲昏了头 竟然瞒着我偷偷跑出来玩 然后就没了音信 我发现她失踪之后 用太瞻之法寻找她的下落 瞻相却显示 她正遭到烈火焚烧 处于莫大凶险之中 而且 她的踪迹模糊难辨 我一路只能寻到这里 在下与点珠小妹子 虽然只有一面之缘 但若她遭遇到了什么危难 我们自然都希望能处一份力 没有什么人帮个丧忙的 还请前面不要客气 十分感谢少侠一行 对她如此厚爱 眼下的难处 是找不到她到底人在哪里 我猜 她被带到了某个受到 昼力隔绝的处所 倘若如此 除非有她最近的随身之物 作为平隐 否则光用詹术 很难找到进一步的线索 说到这个 当日点珠小妹子离开时 在地上遗落了一个金铃铛 被在下拾起帮着她收着 不知能不能派上用场 太好了 请少侠让我瞧瞧那铃铛 这是点珠的东西没错 上面的灵气还很清晰 我这就用平隐隐名之法 尝试寻找她的行踪 虽然不太确定 但她应该是在丑味方向的 活水土三气交汇之所 那里 似乎是一个灼热 又雾气蒸腾的山谷 位于此地丑味的活水土三气交汇之所 莫非是大别山中的雾幻谷 这位 前辈 您知道雾幻谷的事 是的 那里对修道之人 是个特别的地方 是的 以前师尊就是这样告诫我们 前辈显然是道中高人 说不定与我师尊相识 OK 不是台员 孙以凤 老夫名叫淳于素 舔入道门多年 不过修为持费已久 前辈这称呼 着实不敢当 前辈太客气了 晚辈自知 修为远不如你 不过 容晚辈妄自猜测 前辈的融资会变成这样子 莫非是遭遇了什么奇特的变故 孙道友 现在不是问这些闲杂所事的时候 前辈教训的是 请恕晚辈 一时忘了正事 晚辈虽然知道悟患古之名 不过自己才疏学前 尚无法看透保护那里的 幻界尽致 因此 也无从知道其确切的所在 不知前辈于此 能否助晚辈一臂之力 那里有地上干扰 无法直接使用一顿咒术 看来老夫 还是和这些小伙子们 乖乖地走过去 不愧是前辈 一转念就想出这么好的法子 这个玉佩多年来 我一直戴在身上 用来引念评神应该不成问题 这就交给前辈了 好了 老夫说过 不要前辈长前辈短的 谨文前辈吩咐 那么晚辈先告辞了 之后 就等前辈您的好消息 这道姑前辈 看来自事甚高 肯定并非普通人物 好姑娘 你就行行好饶了老夫吧 嗯 到时候 就麻烦前辈指点了 好重的硫磺味 这就是火山熔岩的味道吧 这不可思议的藏山之谷 是个自然天成的洞府 这不可思议的 兰姐姐 你的意思是 这里是处道家高人 所居住的神仙洞府吗 嗯 从这物宦谷的形式样貌看来 肯定早有其他人 找到了这处宝地 并辟为洞府居住 小前辈的见解 想必不会错 这里猪气混乱 但明显有条地脉 一路通往里面 正如燕姑娘所言 入口应该是在这里没错 多谢前辈指引 这里就是物宦谷的入口吗 不过这里透着古怪 你自己看了就知道 前辈 这幻界虽然看似于原来的无异 但使用的并非我们熟悉的手法 还透着一股 晚辈似乎在哪里见过的邪气 看来有人在我们之前 先来到了这里 我想起来了 这是血云真祖的煞音血气 晚辈的师尊 是血云真祖的死对头 善于克制他的邪术 是以晚辈对这种独门手法 也有所窒息 老夫倒是没听过 这位血云真祖 这法门看来并不复杂 晚辈会尽力一试 前发智阳 昆吟酒阴 化理饮阵 仪器冲真 孙前辈 点着我小妹子 就在这像是洞府的 处所里面吗 他应该在里面没错 不过洞里 依然透着煞音血气 想必对方为了 防止他人闯入 已在洞内各处 布下了邪阵 而这煞音血气 正好是我所修炼 仙法的克星 既然前辈有此顾忌 若同勘探一事 就先交给我们 看来现下 也只能如此了 不过前辈 这煞音血气 甚损咱们正道之人的 清灵真运 您就这样跟着 申少侠他们进去 不要紧吗 老夫倒想看看 这血云真人的法门 到底有多厉害 万辈明白 一切听从前辈的吩咐 申少侠 之后的事 就麻烦你们了 小前辈 怎么了 这道门上有太常仙印 这是那家伙的手法 老夫挺好奇 这房门后面 会是谁 怎么会 门口有仙印保护 你应该进不来 小妹子 请你安下心来 我们来此并无恶意 也压根没打算要吃了你 你 你不是那个凶巴巴的老头 那么你们又是谁 小猫精 你是玉阳子的势必吧 小前辈 这猫精妹子 之前就吓得心惊胆战 你一来就这样 凶巴巴的向她问话 也不嫌打声招呼 倒显得 你和那个闯入这里的 凶巴巴老头没两样了 原来是主人的朋友 我叫金蒜 这么说来 点珠或许就与那凶巴巴的 搂头有关 金蒜 我们有个朋友 被人带来这里 瞻相显示他身处烈焰之中 面临性命交关的凶险 你知道 他可能在哪里吗 烈焰的话 洞府深处 有一处九阴炼神炉 主人说 人世之中 没有比那里 更精纯炽热的真话 沈大哥 应该就是那里了 等等 如果你们要前往洞府深处 就把这个太长仙印带着 金蒜 这个仙印是你仅有的护身之物 就这样借给我们使用 你不害怕吗 也不知道为什么 见到你们后 我就不觉得害怕了 金蒜 多谢你 多谢你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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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老夫在此花了不少时间精力 就为了证实一个猜想 如今还差一点 就能查明真相 岂能容你们随便打扰 你们能破解老夫布下的煞阴血障 必定是来者不善 不过老夫可没因此怕了你们 想动手 那就试试吧 老夫倒想看看 你有多什么 报上你的名号吧 老小子口气倒挺大的 挺好的 老夫名叫朱胜 这念胜吗对不对 色胜 外号血隐朱胜 到了黄泉 被阎文问起时 可别忘了这个名字 原来是朱前辈 在下申子郡 得罪了 游说 这 Monica 不仅价 他也没见过 那些人 啊 这 穿了 最后 你 我 我 我 快 花光花卷 那是這件刺 毒刺 血眼毒刺 水 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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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3 3.3.3 不是啊 這麼明顯 你看 你看用招式出勝 好吧 爽嗎 好路喔 這兩千耶 這個傷害 沒錯沒錯 算你們真有本事 這一戰是老夫輸了 感謝朱先輩承讓 咱們就到此為止 現在可以把點珠小妹子 還給我們了嗎 罷了 你們就把那小女孩帶走吧 實驗 陸師 你到底是在實驗什麼 莫非點珠的身上有 上天果然是不負苦心人 雖然老夫為子羽你們白打了一場 不過也自不亡了 只可惜沒辦法繼續留著這小姑娘 多加檢視 不過老夫能親自得見 這人世難得一見之物 可說是心願已了 這就把它還給你們吧 點珠小妹子 出奇地強 雖然她全身透著著熱之氣 但這熱氣非但一點都不燙人 還帶來一種舒暢的感覺 公子 點珠小妹子 她並非繁體 因為她其實是 她是誰 沒錯 點珠她的真面目 其實是隻朱雀神鳥 看來點珠沒事了 神少俠 把她交給我吧 被封印這麼久之後突然解開 會令她難以控制自己的靈力 我得先帶她回山上 讓她重新熟悉變化的法文 我原來是隻鳥 朱雀鳥 朱雀 朱雀 傳說中四聖手之一的靈鳥 朱雀嗎 我是在某個機緣巧合下遇上點珠的 那時 她不知被誰下了封印 不但忘了自己的真實身份 也失去了原有的力量 只能一直維持女童的形貌 不知不知不知 半場魚影 原來這隻朱雀也是你帶來的寵物 原來這道上你相當於蒐集 真情義獸 網絡各種驚懷文明 想不到這會是如此罕見之物 讓腦不開著眼界 你為了滿足自己的好奇心 全然不顧點珠的安危 居然直接把它放到九英真火裡面燒 你自己應該知道 即使它是朱雀今生 但若封印之力強過它的修為 那麼真火在破解封印之前 就會先把它給焚燒殆監 你嘴上說的好聽 其實心裡全然沒個主意 老夫此舉或許冒險些 但至少是個管用的方法 不感謝老夫老神費力幫他這個大忙也就算了 反倒責怪其老夫莽撞亂來 不顧他的安危 罷了 老夫不與你這種見識短淺之輩 在言語上多計較 若你還對此分分不平 就儘管來找老夫討公道吧 哼 等等 朱前輩 我們也有事要向你請教 哼 這東府裡根本沒留下多少東西 珍貴之物不過九英煉神爐而已 這王爺老夫就用這一次 如今要辦的事一點 這破地方就丟給你們吧 不過你們儘管放心 既然是老夫認輸走人 自然會收拾善後 在離開時 盡數解了此地的煞音學障 省得讓你們和那婆娘一樣 在後面俗說老夫的不知 前輩是被爽快之人 那就再好不過了 真小子 咱們後會有急 孫前輩 點珠小妹子沒事吧 嗯 我想她應該會昏睡上一陣子 吸取零分補充魂體的損耗之後 她就會完全恢復 這封印的力量十分強大 需要多花點時間 那就好 不過 白姑娘無需太過掛懷 這次雖是有驚無險 但一切 還是靠了你們才順利解決 相信你們必定與點珠有緣 很快就會再見面的 很高興我們能幫上忙 點珠的事 就有勞孫前輩了 多謝你們 點珠的事就交給我吧 申少俠 在這道別之際 有一件事 孫某不知該不該說 在漢陽初見面之時 我注意到你眉間有道淡淡清氣 此乃命中難逃的災劫之相 雖無劃解之道 不過這能避則避 或許 還是能逃過這天室造化之地 沈少俠 你最好別回漢陽 若你非聚不可的話 記得流星身穿黃衣之人 我只能看出這麼多人 對了 這個紫玉配你先隨身帶著 以備不時之虛 若是遇上了什麼真正的麻煩 或許就派得上用場 多謝孫前輩 漢陽的黃衣之人 在下會留心的 那麼我們後會有期 孫某先告辭了 真想不到那個小女兒 竟然會是朱雀 想必 所以對她設下封印之人 道合十分高超 徹底掩蓋了她身上的仙靈之氣 所以才能瞞過小前輩 藍姐姐說得是 那麼咱們快去通知她吧 靖索爾 你來得正巧 我們正要去找你呢 我聽到有個低沉的聲音 念出一道咒語 然後籠罩整個洞府的奇異邪氣 就緩緩消失了 倒也說不上如此 山大哥 多謝你們幫我這個忙 嗯 既然如此 那就這樣好了 在你的主人回來之前 就讓我們一起當你的主人 當 當然好 金索爾很高興又可以有主人了 不過有機會的話 你們一定要經常回來哦 不然我大概又會無聊發呆到 不小心睡著了 嗯 一定一定 那麼我先去四處整理了 主人們請隨意在洞府裡逛逛 主人 此地的九陰煉神魯本是本洞府的要素 據說這酒煉真魯是從地界 還神九三一萬隱身來的 本身天地豬烈毀他真正的模樣 還神九三哪 我怎麼用 好 應該不是現在用 好 眼前家有說到一個任務哦 就是需要一個灰色鐵片 跟會血十損之槍 古舊的灰色鐵片是在十四找到的 那這邊長槍當過兇手的魔血 槍的已經腐蝕破爛不堪 就是那個何大哥那把槍 避邪指釋要三個 不光懸鐵要三個 這邊跟小紅講個話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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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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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